美麗的雙月灣我來啦 今天和大家看卓越與山海 一線的太平洋海景 水青沙幽 各種不同的特色物形 任君選擇 如果想了解更多 記得留意我們現在大灣區選款和朋友 萬區留裝修 不想藍尾或貨筆對版 當然是找這家裝修王 尖沙咀中環兩間粉碟 有齊所有的裝修材料版 摸過選過才在香港落單 內地施工 而且還可以安省攝像頭 天天看著你的房子 那你就更加安心放心 現在做個特價套測 記得打碼預約了 全屋傢俬裝修交給V家 提供一站式的裝修服務 連系方式522-5122 或者是展示這個二維碼 最後一刻 在我身邊就是卓越雨山海的銷售砂堂 相信觀眾都見過你 不過這次我們在V街出鏡 我們先看看這個品牌 其實很多觀眾應該卓越有形勢 因為我們香港人很喜歡福田購物 其實已經入到卓越中心那邊 但你也說一說你們的品牌 我說一下我們的品牌和我們的物業 我們的卓越集團是1996年成立的 經過26年的發展進駐全中國40大城市 首先看回總角版圖 首先主要是粵港澳大灣區九大城市 和長三角經濟區 以及全中國的一二城市 開發大約有200多個項目 主要的項目都在深圳 這個就是我們獲得的榮譽 第一年開發商的總銷售額八強可以排到第三十 中國房地產商業綜合實力可以排到第七 因為我們在深圳有四十多座的超過200米 即是你們都是深圳大地主 是的我們有二百四十多座的甲級寫字樓 在深圳 我們的總部在卓越死基中心 之前是個澎湖區 經過我們卓越集團的城市更新 目前的寫字樓是市值千億的 科普有甚麼叫澎湖區 即是農民自建房 即是村民本身的地方 他們就蒸了村民地去 建了一個商業中心出來 其實深圳很多都是這樣 包括這個卓越後海中心 和這個前海的卓越時代廣場 我們在深圳有個名字 叫深圳CBD之王 同時佈局四大中心區 一個前海、後海、福田、保安的 所以我們獲得一個深圳CBD之王 因為每個區都有我們的甲級四字樓 我們很多四字樓都是止租不售 每年可以收到二百多億的收租 所以我們的資金鏈比較穩健 沒錯 這就是我們的品牌的介紹 再移步這裏 介紹一下我們的物業 買了出來的樓 就用回我們自己的物業 我們的出業物業是1999年成立的 20年在香港上市 這個是我們的股票代碼 6989.hk 我們中國百強可以排到14 並加入國際金鎖匙組織 好像深圳這些高科技 這些軟件的超級總部 這些公司都是用我們的出業物業 為他們提供管理的服務 大家熟知的就是騰訊、阿里巴巴、華為、大疆大廈 都是我們的出業物業為他們提供服務 包括有一個政府的工程 我們都拿到 第一個是上海的浦東機場 20年的經驗權 湖北的美術館、新鄭機場 都是我們的 有此可以反映到政府對於我們出業物業的認可 同時我們也有一個版塊 是一個城市更新的版塊 2013年我們是成立全中國首家 城市更新的集團 在深圳有四十多條村 都是我們出業集團拿下來的 基本上深圳最漂亮的地都是出業 我們這裡舉例三個 首先剛才說是我們的出業市集中心 是福田江夏村的位置 現在賣大約12萬左右 這些寫字樓 還有上個月賣得比較火爆的 深圳中心的天原花園 大概是9萬8至11萬6 但是面積比較大 大概300方至600方左右 這個就是鹽田這個項目 叫海海灣 大約9萬左右 這個是鬼例三角 其實四十多條村都是去改造的 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說的城市更新的版塊 同時我們出去也有酒店的版塊 我們出去集團與四大國際品牌合作 第一個是加拿大四個酒店 以及瓦膏、周仔、萬豪酒店 形成一個戰略合作 在上海、深圳、杭州、長沙開了 有七家五星級酒店 深圳第一家四個酒店就是出去開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地產品牌和物業的介紹 好 我們看看區位 首先我們現在介紹一下我們的區位圖 現在我的激光筆所指的位置 就是我們樓盤所採的位置 我們叫卓越與山海 這個樓盤是位於商業灣度假區的 看到這張圖就是這個商業灣的全貌 商灣、三海 中間有條內海叫平海港 商灣、三海、世界奇境 就是這樣來了 全世界只有兩處有 這個純天然打造的商灣 一個是墨西哥那裡 第二個是我們現在所在的 就是中國商業灣的度假區 說回來這裡 左灣和右灣 兩個灣加起來有8.3公里的沙灘 是整個珠三角最長的沙灘 就是這個位置 那麼主要的交通 交通就是香港過來 首先搭高鐵 由這個西九龍上 經過福田到新印北 再坐兩個站 到了我們的衛東高鐵站這裡下 那麼到了這個衛東高鐵站這裡下 有個公交基地的 有個專線大巴 直接到我們商業灣度假區的這個位置 大概是12元 30分鐘的車程 每個小時一班 非常多的班次 第一個是高鐵 第二個就是機場 我們有個衛州的平潭機場 平潭機場可以通過50多條航線 主要是中國的12性城市都可以到的 到時是打造一個國際機場的定位 還有如果是坐巴士來說 羅湖這個位置 是有一班車直接到我們商業灣的 但是因為疫情停了 在香港西九龍這個位置 有個永東巴士 直接到我們衛東遠城 到了遠城之後 那個車站 直接再轉車到我們商業灣度假區 但是都是因為疫情停了 所以過來的方便 非常方便 還有我們規劃有一個海上的航線 我們這個項目 開車大概10分鐘可以去到隔離鎮 這個港口鎮 港口鎮 這裡是有個貨運講的 叫大澳堂貨運 貨運碼頭 現在是貨運 主要是貨運 到時是探索開發兩條海上航線 是海上巴士 第一條是直接通到深圳的大棚 到時深圳的客人都是由深圳大棚 直接坐海上巴士 直接來到我們商業灣度假區 非常方便 就好像深圳的蛇口坐船到珠海一樣 非常之便利 非常之方便 第二條線是探索開發 到香港的維多利亞港 到時有更多香港人 直接過來商業灣度假 置業和生活都很方便 這就是我們的海上航線的介紹 以及我們整個交通都非常之便利 首先說回我們的景色比較漂亮 首先第一個是外海 它的水循環能力比較強些 每天都是迫害藍天 以及我們的視野都很漂亮 直接買到這些樓 直接看到南海太平洋 所以是沒有遮擋的 真正意義上的一網無際的海景樓 無敵海景 這個就是區別 來到這裡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沙灘高牆 剛才說8.3公里 其他地方是沒有這個地方的 說回來我們的遊玩配套 因為買了內灣的項目 甚至乎要駕車三四十分鐘 來到這個商業灣這裡玩 因為這裡有十大的某個打卡點環繞 所以說回來 第一個是我們項目 沿著前面這條環島路 上去大概1.3公里左右 到了這個獅子島 獅子島這裡是一個礁石區 它好似個獅子形狀 所以叫獅子島 這裡獅子島是可以衝浪的 非常之多豬三角的衝浪外套者 拿著滑板來打塌 是的 拍攝那些視頻 賭音那些 還有這裡的招石區 都可以趕海的 可以趕海 還有我們這裡項目 往上走1.5公里 可以到那個平海鎮上 平海鎮上這裡 有個600年歷史的這個平海古鎮 至今保留得比較還好 有東南西北門都保留得比較還好 可以去到這個地方 看看這個嶺南風情 還有可以品嘗到當地人做那個平海薄餅 是的 那那個購物 醫療 都在這個鎮上 非常之方便 1.5公里就可以到了 這裡 從我們項目開車 大概15分鐘 可以來到007鄉 這裡有一個國家4A級的 這個海濱溫泉圖架區 這個是當地一個老闆 花3.2個億打造的 這個佔第5,000毋的 這個純天然的溫泉圖架區 真的沒有想過海邊都有溫泉 是的 這個是純天然的 不是那個窩爐燒 這裡是有70個不同主題的溫泉泡池 同時擁有整個亞洲最大的2500平方的這個海 溫泉沖浪池 整個亞洲最大的溫泉沖浪池 溫泉沖 是的 很多人過來玩 大概100多元就可以玩 還有這裡很多別墅都可以度假 那右灣這裡有什麼玩呢 右灣這裡首先第一個 是有一個巧州洋的濕地公園 這個濕地公園是政府設巨資打造的一個濕地公園 分兩期開發 第一期已經開發完了 到時可以去這裡散心打卡拍照都可以的 出海口這裡有個鹽洲島 鹽洲島這裡種了非常多的紅樹林 可以趕海 非常多的蟹之類的 那這裡還有一個黑牌角地質公園 所以有兩大濕地公園 地質公園環繞整個商業灣 非常之多的打卡點 那這裡山頂上有一個滑上傘基地 非常之多喜歡刺激運動的都會上到這個滑上傘 直接滑下來大概880元左右 一個小時全程帶陸像 非常之多人過來這邊打卡 真的很多人玩 十大環繞 那我們開車十分鐘剛剛才說 是來到這個港口鎮 港口鎮這裡有個大星山 大星山山頂上是造了一個觀景台 觀景台看下去就是整個商業灣的全貌了 我在抖音經常見到的 是的 那些人想飛航 是的 網上的圖片和那些視頻 都在觀景台拍攝的 那山腳下有一個海龜自然保護區 那這個是中國的唯一 都是整個亞洲的唯一 因為全世界只有17處的海龜自然保護區 所以這個是國家非常之重視這一塊的 還有這裡有個海龜館大概是三十元門票 就可以直接進去參觀到那個海龜 海龜大概是二十八斤一個 是很大隻的 每年的五六月份都會來到這條沙灘線繁殖的 這些海龜 所以國家非常之重視這一塊 整個商業灣是沒有那個重工業的審批 所以現在的環境這麼好以後都是這樣 其實我覺得說這麼多 來一次你就會感覺到你真的很漂亮 是的 還有最關鍵的重點就是這個 海中央這裡有個小星山 這個島叫小星山 很多人在沙灘這裡坐船 過到這個小星山 大概是百多元一個人 過到這個山腳下 就可以游水、浮潛、釣魚 周星馳的美人魚二 都是這裡取景 是的 很清的 是的 你來到這裡的水很清 好像玻璃水一樣 所以這裡別人說是南中國的馬尔代夫 就是這個意思 不用去三亞 來我們商業灣就可以了 是的 因為這邊是外海 所以很漂亮 還有關鍵 看完這個地形 我們印平半島這個商業灣度假區 左邊就是這個大深圳 右邊就是這個深山合作區 所以我們夾在中間 所以由此這個深山合作區 到時是確融的情況下 會不會考慮我們商業灣呢 所以這個是價格的蛙地 是的 是的 即是如果深圳要擴容 即是深山合作區再擴容 是的 都是直接影響到商業灣這邊的 現在深圳合作區的人 全部都換了身份證 都是深圳人 包括那些什麼派所 那些官委會 那些街道 全部都是深圳的標準 這麼快? 是的 很快 成立了幾年了 是的 所以到時這邊 畫到過去 所以這個清潔空間很大 所以非常之多人過來置業 都是看遠一點眼光 嗯 現在買的是欺缺自然 所以現在先擁有 先擁有 這就是我們的介紹 很多麻煩 我們現在準備好了 多 Daniell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